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NCC 112年度有线广播电视系统经营者的制作推广地方文化内容节目 平和机优表扬会 中佳宽平 双子星 庆联 吉隆 港督及常德有线电视获得殊荣 从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陈耀翔手中接下奖状 中佳宽平 双子星 庆联 吉隆 港督及常德有线电视 在NCC 112年度有线广播电视系统经营者 制作推广地方文化内容节目 平和机优表扬会荣获五项奖项 其中双子星有线电视南岛印记节目获得特优 庆联有线电视沃克野行节目 吉隆有线电视基隆卫节目 港督有线电视听我说故事节目 常德有线电视真人图书馆节目获得优等 成绩相当亮眼 中佳集团这次在NCC举办的地方文化补助案里头 我们一共获得了五个奖项 包含特优 这也显示中佳集团我们在全省各地的系统台 在地方的深耕以及回馈箱里的部分多所琢磨 感谢NCC这次举办文化节目补助的计划 那双子星有线电视也非常的荣幸这次能够拿到特优 那我觉得我们这次会拿到特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题材 跟在地做非常大的一个连结 因为在台南市的安南区这次刚好是 今年是我们这个台江建庄200年 那建庄200年其实在我们地方是非常大的一个盛事 那双子星这次选定这样子的一个题材 那我想这个也让评审有感受到我们双子星 以及可能我们所有的业者在地方经营 跟我们这个社区服务的这一股在地的力量 这一次在基隆的基隆卫 还有我们台北的政院图书馆 获得了NCC高度的肯定 那我没感谢NCC之外呢 我想我们长期经营地方的节目生态 还有对地方的关怀 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也希望我们持续做下去 也希望所有的乡亲持续给我们的支持跟鼓励 谢谢 其实这一次透过做这两个节目当中 我们也其实也跟地方的文化工作者 跟文史团体有了更深一度的交流 那同时也让我们透过这个节目 把高雄在地属于高雄的历史跟文化 透过节目 透过我们去把它带出来跟观众分享 那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过程 因为我们也把这个城市的记忆 不管它是技术或艺术 或者是城市的记忆的部分 我们都把它留下来 那也希望就是未来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 那也谢谢NCC的肯定 今年共有19家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参与评选 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陈耀祥表示 有线电视系统在地方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透过评选及表扬 鼓励有线广播电视从业人员持续创作 提升制作水准 推广地方文化 丰富有线电视地方节目 那各位都知道 有线电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体 尤其跟地方联解非常的密切 那在于地方文化的推广跟保证这一块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文化部呢 虽然也是负责整个全国的文化 文化部它着重的作品是在给你全国性 或国际性的这个部分 那地方性的这个部分来讲 然后反而向来长醒来 被重视的程度比较没那么够 所以我们在委员 以及我们指挥专务委员的努力之下 希望透过有线基金的这种补助呢 可以在这个部分 多加独立 所以以往我们有线电视基金呢 基本上都是补助比较是硬体的方面 这几年呢 我们的这个政策可以看得出来 趋势的改变 有在软体 也就是在内容这部分呢 希望各位也多多的加强 那当然今天各位在场呢 都是表现非常优秀的这一群 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那明年呢 我们的那个报名是不是有23家嘛 明年有23家 那大家都非常非常竞争 越来越激烈了 大家继续努力加油 那在此特别代表NCC呢 跟各位至上歇议 也期许大家继续努力 中加宽评有线电视系统 长期以来秉持在地服务精神 深耕地方 这次获得NCC表扬 除了感谢NCC主委委员 与评审们的肯定 也将持续制播 在地化优质节目 发挥有线电视系统台的功能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中加宽评 攜手台师大 举办全国的媒体素养桌游竞赛 让玩家在桌游中担任媒体老板 模拟现今时代可能遇到的问题 反思媒体经营的困境 透过游戏来学媒体素养 透过玩桌游 民众化身媒体业老板 如何经营产业与管理媒体成为当前问题 中加宽评和台师大西手举办的桌游竞赛 期盼透过游戏让民众从而了解媒体素养 这个桌游是可以透过扮演媒体的角色 那去让民众去思考说 其实我在看一则媒体的时候 其实媒体可能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操作 为了提升他们的收视率 提升他们的点阅率等等 那透过这样子的过程中 民众可能在接收讯息的时候就会想到说 我看了这一则讯息 它有可能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 造成记者这样抱它 媒体这样子去操作它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提升说 你收到一则讯息 不要只是盲目的接收 可以多去思考一下这样子 活动现场让玩家带上VR 成为查核记者 在虚拟世界中探索图片的蛛丝马迹 还有专题演讲 探讨人工智慧对社会影响 此外中加也和台师大举办多场媒体素养讲座 研习工作方 落实媒体素养教育 在整个台湾现在的媒体真的是越来越多元 然后也因为它的多元 所以造就我们这些相关的一些媒体的 我想当然大家都有听过什么假讯息啊 假新闻啊 或说一些相关的一个媒体试图 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所以台师大大传所这边其实非常非常注重 这样子的一个媒体素养的教育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甚至在今年其实我们就办了相关的一些影片的制作的工作坊 另外呢我们还有所谓的桌游 还有一些相关的媒体素养的一些活动 然后我觉得虽然虽然说很辛苦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努力让我们很多的成员 甚至是这些相关的一个影片的制作 我们也在一些我们现在的公用频道上面 甚至是我们的一个影片的相关的播放平台上面播出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 那目前因为公用频道的知名度是我们在南北各办了两场的工作坊 那总共产出了五十几部的影片 大概就是今年整个的 那参与的总共大概有五千个人次 我们希望明年继续努力 那今年比较一个 另外一个看人突然少了 就是因为所有的去桌游三十几位朋友现在在那边比桌游 所以我们希望桌游是我们过去两年的一个计划成果 但是今年又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要开始玩狼人沙啦 剧本沙啦 如果现在年轻可能知道 我们今天努力看看 助理希望说开始跟AR、VR做结合 我们发展一些虚拟实境的一些游戏 那我想从游戏中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一个主题 现在我们在这边显示 我们就是说玩桌游学术呀 那比较特别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桌游 大概线上现在已经超过五十次了 我们甚至有来自印尼、马来西亚、香港的学校的申请 那我们助理会会还利用他回家 助养媒体相关的一些教育活动 那就像刚才那个 我们陈教提到一件事情 现在孩子们的学习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 我们以前的学习呢就是老师讲 我们就很容易用文字 或者是很简单的图表去理解 现在大部分的孩子学习比较识别化 所以桌游的这样的导入其实是 让我们孩子多一点的 不同的一些媒体 我们讲的不同的管道 让他们去理解媒体 其实它的呈现方式越来越多元 包括未来可能我们有元宇宙 这样的东西产生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沉浸在一个ARVR之中了 不再是说我们要戴个眼镜 也许未来我们不用戴眼镜我们整个人 就用一个虚拟的身份 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面 跟别人交流 所以未来这么多的想象 我们对于所谓的媒体素养的丑心地利 也可能是我们未来的课题 所以我们希望中佳数位有限国师 继续支持我们 那真的是做了好多年 然后也重视公民禁用 公共禁用这样的理念 然后付出实践 那做了很多年 那只是说这两年因为有中佳集团的补助 那所以真的是做的有声有色 中佳的确从100年8年开始 我们把媒体素养设定为我们社会责任很重要的一款 那中佳集团旗下有12家的有线电视系统 其实我觉得在这从108年到现在112年 5年了 所以媒体素养这件事情 变得越来越难懂 还要与时俱进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非常感谢丙文老师 那因为台师大师 其实每一年他都会提案 而且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创新 那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那刚刚NCC委员这边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期许 不要说交付款 其实我们是很高兴 你指引我们明灯 所以我们就继续朝这个方向走 为了鼓励媒体素养教学在各地扎根 中佳宽评109年就和台师大合作 举办超过50场相关活动 提供多元的教学课程 同时也推广公用频道媒体禁用信 唤起大众关注议题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再等你来看台北市道江双植应用日语科 举行成果发表会以约束为主题 学子们透过舞蹈戏剧和简报 呈现一诺千金之意 强调人们要遵守承诺的重要 由青春活泼的读曲拉开精彩序幕 道江商职应用日语科学生们散发热情舞动青春 接着以流畅的日语简报 成功的关键承诺与旅行 信守承诺的态度是迈向成功重要的一环 我们的主题是约束 然后所以我们的表演内容会跟约束有关 像是我们的戏剧啊我们的 跳舞啊那些的对会连接 像我表演项目就是关于舞蹈的部分 传统舞还有现代舞的部分 我们日文是約束 然后翻中文的话就是手信用 对然后手信用就可能很多歌词里面会表达出那个手信用 就是会讲到手信用的那个字 以及他们想表达这个意思 我必须要求你带着手信用的 你带着手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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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鹤的报恩戏剧以日本民间故事呈现出不同时期在承诺约定时的 精彩诠释 包括全程日语发音编创剧本道具 学生们展现三年所学成果 我是戏剧里面的女主角 我是白鹤 对 然后白鹤就是 在故事中我是扮演着 被老爷爷救下 然后之后来去报恩的 的一个故事 对 老师这三年都教了很多 我们从一开始的萌新 现在都变成日语 有些人日语都很流利 对 像我们戏剧那些 台词嘛 有些很多 因为老师他们的指导下 所以让我们就很快就可以飞起来 这三年来 刚开始是对日文很不熟悉 但是这三年来之后 就是到了 已经过了三年了 然后就是可以让日文讲得比较流利 学到很多日文相关的知识以及文化 那我们本届也获得了日本交流协会 藤田先生 他是负责交流协会教育的官员 全程来跟我们参与 非常的肯定我们 道江商职应用日文科各项的表现 而也肯定我们所有的同学 在日文的流利上面 还有表达上面 都是有非常好的成果 印象坑克的就是像我本来是说 那开场舞我们可能今年是不是要改一下 他们说老师我们真的想跳 那我说好那你们跳 然后他们展现出来真的非常的不同 非常的团结 那这是我本来没有想到的部分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最后有一个 就是抛彩带的部分 对他们也很努力的一直去抛出那个感觉 然后再来最大的亮点就是他们的老师 也愿意陪他们一起跳舞 有一个节目 他们其实都非常努力 每天都是利用课语的时间一直不断的练习 那真的还蛮出乎我意料的 表现真的不错 对 蛮肯定的 困难点的话当然就是因为 他是老先生跟老太太 对那小朋友这个年纪要去揣摩 老先生跟老太太的确是比较难一点的 那加上他们可能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啊之类的 所以他们在互动上比较没有办法那么自然的演出 就是夫妻之间的感情 对这一块是比较难的 但他们也很尽力了 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白鹤的部分 对那我们就尽可能去揣摩出那白鹤他就是越来越消瘦的感觉 英日科有中日籍日文教师完善规划课程 不仅教学活泼多元 111学年度更首创生优专才主 邀请业界首屈一指的生优老师指导 欢迎喜欢日本文化想学习日语的学子们 加入稻疆商职应日科的大家庭 因为我们就是这几年我觉得生优这个 这个应该是说动漫吧 因为来念日文他小朋友对动漫都非常有兴趣 然后再来就是这几年动漫成为一个产业链 那里面有非常多除了画画以外 可能也有生优的部分需要我们这方面的人才 所以我就引进了生优的课程 那我是请了那个角娟老师 他们的团队来帮我们上课 就是业界非常有名的老师 对然后让同学就是多一节生优的课程 那我们今年去参加 今年参加那个配音比赛 就有同学得到那个个人奖 对 毕业生在成果发表表现出色 透过多元演出展现三年来对日本戏剧 文化语言等各方面的认识及掌握 同时环绕主题承诺 这也是师长们期许 毕业生能学习到的态度与价值观 记者问军台北报道 形势质疑首度破获 黑帮分子在大台北地区 开设三间虚拟货币实体门市 配合诈骗集团 将被害人诱骗到门市 掏钱投资再带操作 把被害人的泰达币 转移到诈骗集团的电子钱包洗钱 估计有100多人受骗 财损金额达2亿元 霹雳小组强力攻坚进行搜索 刑事局接获勤之 在大台北地区有黑帮分子 成立虚拟货币门市 涉嫌假投资 真诈骗洗钱 因此组成专业小组调查发现 这个犯罪集团 以贩售虚拟货币为皇子 配合诈骗集团成立实体门市 被害人依诈骗集团假扮的 头顾老师指示 前往虚拟货币 储值卡销售门市换币 透过实体门市 让被害人降低戒心 门市人员还会要求被害人填写 遭诈骗免责声明书 企图逃避法律责任 被害人先被骗加入假投资 线上群组 并有假投雇老师 长期培养信任关系 进而引诱被害人 投资虚拟货币 并指示前往特定虚拟货币 储值卡销售门市换币 被害人误认有实体 门市故而降低戒心 假币商则配合 杂七集团 在多处成立实体门市 搜索被害人账款 并让被害人填写 遭诈骗免责声明书 企图卸责 门市人员则带操作 将虚拟货币转至 假交易所 制造金流断点 及规避法律责任 专案小组分别在台北新北地区 逮捕孙姓祖贤及成员等 实人导案 并查获 储值卡千余张 现金29万多元 KTA民 开山刀及囚棒等张证物 初步统计 有100多人遭诈骗 财损金额 与新台币2亿元 警方也特别分析 未造虚拟货币 出资卡系统的三项特点 提醒民众注意 第一 假交易所钱包 无法透过公开账本 查询交易记录 二 系统商有权 更动被害人 手中之虚拟货币位置 三 系统商能随意 移转虚拟货币 除资卡之捷存 耳度 警方强调 诈骗集团 多以退休老年族群为目标 透过培养性能关系 及投资话术 诈骗被害人退休金 呼吁民众 对于所谓短期 获取暴利的说法 一定要多方求证 选择合法的投资工具 以防止受害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导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世新大学举办2023科学传播国际研讨会 邀请东京大学研究组织情报学环教授左仓统 进行主题演讲 展示科学如何根植于日常 另外也邀请多位电视科学节目的制作人 分享科学传播 提供各界了解科学节目的制播 是如何推展科普素养与传播 世新大学每年举办科学传播国际研讨会 邀请国内外学者专家与食物界人士 就科学传播的理论或制作食物进行交流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怎么把我们的科学普及化 那科学普及说起来很简单 那事实上也蛮困难 因为科学是一个非常深奥 但是呢又随时都在我们身边 所以我经常讲说天天有科学 处处有科学 人人都有科学 但是大家都说科学 可是科学呢又是那么遥远的内容 所以我们扮演的角色 就是把我们的科学家所想的 所要说的 我们帮他们说清楚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办了很多活动 那国际研讨会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引进外来的想法 比如说今年我们请了日本的东京大学的学者 佐唐统先生 主要目的是他也在推动传播跟科学之间的结合 怎么去把科学文化跟我们一般的人能够结合起来 那这个是我们一直长久都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在大学里面 为什么设立这么一个科学传播的平台 主要是希望能够在大学的部分就把课程融入 在我们的共同课程或者是通试课程里面 所以我们就开了很多很多跟科学有关的 科学传播有关的一些课程 那么让我们的学生呢 在上课的时候呢 不管是上识天文 下识地理 不管是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深奥的科学 或是我们一般的数理的科学 我们都希望学生能够在这个上课的过程里面就知道了 怎么把一件科学的道理说的很简单 让一般人能够接受 其实我们在讲科普教育的时候 或者是科普传播推广 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科学的传播 一个是科技的传播 在科学的传播我们长期以来 针对基础科学的教育方面 我们都着力很多 但是在科技的散步这一部分呢 我们有很多需要加强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都知道新鲜的科技一直在发展中 例如量子计算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量子计算 例如blockchain 区块链 很多民众也都不知道 但是这些呢 日后都会跟我们的生活 以及民生的使用都有息息的相关 因此呢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一般民众 针对新鲜的科技来进一步了解 科学影片制作过程需要科学与传播专业共同合作 除了把关正确资讯也必须将较为艰深难懂的科学理论 转移成民众亦了解的语言 国内知名科学节目制作人 影视编道与金钟得主分享经验 提供各界对未来科学节目 制播与推广的想象 从全世界开始第一次有暖化这个词开始的时候 我就认为作为新闻媒体是必须要告诉大家暖化是什么 那暖化就如高尔那时候所讲是 还是有反正 有反正 这一切我们就去追寻 当时我还跟我的这个主管长说 我们作为媒体 你必须要忍受一个小时的收视率不好 我们一定要好好把这个观念告诉国人 那这样是一个尽责的新闻媒体该做的事 那我们那个主管就说 有那么差吗 我是先打预防针啊 结果隔天出来 收视率超好的耶 那我就觉得 其实你看台湾人民 我们的观众很有水准啊 重点是有没有用心的制作 因为那几次花了我 我花了不知道多少时间去制作所有的动画 把所有的科学用最简单的道理 用最简单的图 一层一层告诉大家 你的原理是什么 所以它会耗费我很多的时间 然后你要去考量这个相对收视率 好 那没关系 如果有这些考量呢 我觉得最后呢 我还是会回到初中 就是我们的媒体责任 而且呢 我才会就是讲 跟早文讲 就是要有媒体责任 然后呢 对我们企业形象也是好的啊 不是吧 当你这些讲 当你告诉大家 当大家看电视都长知识 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 那有一天我自己的学弟 他现在没有名的YouTuber 我就不讲他的名字了 他有一天来公司找我 我说怎么了 YouTube很夯啊 相对于传统媒体 我说学长 我做不下去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 我常常拍了一整天 剪出来不到几分钟 而且我已经不知道主题要拍什么 要做什么 竞争很激烈 我说 你拍整天十个小时 我说对 剪出来多久 不到十分钟 我说 你知不知道 我过去以来都拍了八年 剪不到一个小时 瞬间 他的心情变得非常好 很开心的离开我的公司 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受苦受难的人 他不认识 所以其实一开始 我在Discovery频道 单身制作人 很多的节目 科普 像工程计时这些 一拍 超过六年 八年 常有的事情 所以当时我们就最后成行 成为台湾第一家媒体 进入到南极大陆 因为其实地球有八十亿人口 真的进入到南极大陆 南极可能不到两万人 所以 但是呢 就是在这一片 你现在所看到的 南极大陆上面 有一个小小黑点 这个小黑点呢 就是我 所以其实对于一个一直在新闻媒体工作 电视媒体人 但是当我们踏入到南极大陆 我真的被眼前地球绝美的原始面貌 还有蓝与白的这样的颜色 最后的秘境 这种大自然的绝美震撼住了 世新大学办理国际研讨会 引进外界想法 导入台湾对科学与传播结合的推动 同时开设许多科学传播相关课程 积极推动科学传播与普及 希望让学生在课堂学习后 就能将科学说得很简单 进一步结合媒体产业 推展科学想法 也与日常生活相结合 跨年进入倒数阶段 台北市最害新年城 由告五人压轴 为台北克制独家表演内容 另外还有四个不同音乐风格的舞台 提供民众多样化的跨年体验 我会披心待悦的笑 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 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 你是深处深厚的距离 现场大唱告五人的歌曲 台北市长蒋万安 在台北最嗨新年城 跨年活动记者会上献唱 只说是告五人的粉丝 今年邀请到他们在跨年唱压轴 且有克制独家的表演内容 所以这一次的跨年 我们特别把规模再次升级 那当然看完烟火以后 紧接着我们迎来2024的开始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告五人我的偶像 他们前来特别为台北规划 克制一首打造的表演内容 另外当然告五人为什么说偶像 因为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太太特别说要跟告五人讲 因为你们成团是在宜兰 我太太是宜兰人 我是宜兰女婿 他听说你们是宜充毕业的是不是 所以他要说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告五人 我也很喜欢对你们经典歌曲 不管是爱人错过 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披心戴跃的想法 就是今年是第五年主持台北跨年 也谢谢台北市政府一起来的信任 对那我觉得能够跟台北市民一起度过 这个很重要的时刻 对我来说是倍感荣耀的 那今年又特别开心跟DVBS三位 威风拉 一起主持我也是你们的粉丝 有 谢谢 因为我们一起来主持 就感觉好像很开心 2024台北最爱新年程 威风拉 听起来就寓意也蛮好的 加了我相信就是威风吹拉 吹拉拉 有一种欢乐的感觉 这其实算是我们第一次 可以跟教教乐团 没错 对所以我们自己也很期待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 三个人 录音的对三个人 或者是可能乐手老师这样 对 所以其实这一次算是真的 不只告我 应该是 告我好多人 哇 台北市政府也首度在晚会周边 打造四个不同风格的多元舞台 包括怀念名歌 古典清音乐 摇滚小清新 静默派对等多元演出 跨年演唱会主持人也蓄势待发 要为大家呈现一个难忘的跨年夜 我来介绍一下第一个多元舞台 就是我们的复古金曲 喜欢听老歌吗 喜欢听名歌吗 想要怀旧一下的朋友 可以到我们的无星街台北医学大学 对面的景晴一号公园这边 这边呢就是主打一个怀旧经典的老歌演出 以及非常经典的名歌演出 而且我们现场呢也是有我们非常知名的名歌歌手 涂佩晨佩晨姐担任主持人 并且现场呢还会有情歌王子美誉的 王瑞宇以及金运奖冠军 李明德以及优秀歌手得主 余台烟等非常多优秀的名歌唱将 陪大家在那边一起复古一下 感受一下那个份误 没有错 那第二个舞台呢 它的主题就是古典清音乐 那它的地点呢 其实就在我们的四谷捷运的二号出口 就是我们的中信广场 那是用古典融合现代 那在现代融合古典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还邀请到跟你很有相关的乐团 对 来自日本的沖河的重神琉球特派少女乐团 还有正美迎唱传统现代古典乐团 白老会音乐剧之声 Boco Associate 合唱团等等表演团体进行演出 好喔 哇 得上 大家忍不住会为你欢呼你觉得 对 那么第三个多元舞台呢 它的主题就是摇滚小青星 那它的位置呢 它是在东区 因为你靠近东区中校复兴捷运站附近的 丁浩广场那边 那这边呢 就是刚刚说到的西洋经典 然后它会有文青节奏 这样的风格 有点西洋摇滚的感觉 那么呢 演出名单也相当厉害喔 有一位是在综艺节目中表现都相当亮眼 大家常常会忘记他其实很会唱的 是吗 独立 他很会唱歌 对 对他会到现场 然后现场呢 也会有演出超过百场的 像是 阿狗达 阿兜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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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Tony等 非常多位来自海外的知名乐手 会在现场给东区带来 不一样百变的感觉 是的 第四个多元舞台主题为 台北金墨派对 刚刚那个市长有提到 就是位置在 四伏的东南侧的观察 以静默派对低调狂欢为主作 有嘻哈 也有花语鼓音音 西亚白带舞曲等 多样曲风的低线进行演出 邀请民众带上而进 一起沉浸在这个 电影的PARTY当中 是的 是的 观光传播局也加码推出 LINE新好友限定活动 将抽出20名新加入 台北市政府好友的民众 可惜办入席跨年摇滚区 锁定跨年活动官网掌握讯息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为了要推广 校型观念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在中山区11所国桥 举办校型开模争选 并在各校招会中颁奖表扬 大职国小六年级小朋友 陈千宇 杜易德从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会长及委员手中 接下奖状与奖金 两位同学也在台上分享 他们如何在生活中以行动体现 孝顺精神 像是让父母放心 以及陪长辈聊天散步 校方也透过在招会中表扬 让他们的孝行精神 成为学校小朋友的学习表率 如果要说我如何孝顺父母的话 我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 因为我没有做到像24校那样的孝行 不过主任有提醒我 所谓的孝顺是让父母 不是让父母开心而是让他们放心 所以在这里我想我有三点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点是我去哪里都会报备 像是去公园 去学校或是去朋友家玩 第二点是 妈妈跟我约定好 绝对不能出口成脏 脏化的脏 第三点是 从中班开始妈妈就教导我 身体法服 受之父母 不甘回伤 所以呢我们不应该伤害自己 也不应该伤害他人 就是我每天做的事我都会跟妈妈分享 然后她就会看我就是做的好不好 或是说有没有可以改善的 我们每次回南投 然后就是探望阿兽 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聊天 陪他们去散步 然后跟他们谈一些生活上面的点点滴滴 然后也会被他们出复健 然后推轮椅 然后还有每次我爸爸出差的时候呢 我会负责照顾弟弟 还有帮妈妈买晚餐 然后帮妈妈按摩 让妈妈不要那么担心 还有我会主动完成自己的课业 不让妈妈担心我在学校的表现 我觉得就是对家人的支持和回报 妈妈平常就是会一直照顾我们 然后帮我们处理一些事情 他们很忙 所以我觉得可以先 可以给他们一些回报 我想其实孝顺这件事情 摆上孝为贤是最重要的 但是它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要在生活中去做实践 所以平时我们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 大概会透过老师的提点 小朋友之间相互的提醒 但是我们时时刻刻都会去提醒孩子 其实学会这个知识 是要应用在他的生活中 所以我们大概会提醒他们 很简单 每天早上起来 一定要跟爸妈到早安 然后呢 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接着呢 出门远行 一定要跟父母报告 最后回到家也要请安 然后呢 随时能够帮助在家里 做一点点小的家事 然后从很小的时候 比如说低年级 指导他们擦桌椅 扫扫地 到中高年级 能够分丢解牢 那我想其实孝顺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中国一个非常传统的好的德性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知识的引导 或者提点 然后最后孩子能够真正的 在他的生活中去做实践 百善校为先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从112年4月起 办理校型砍模表扬征选 以中山区11所国小五六年级学生 为举荐对象 希望发觉感动人心的校型事迹 让校道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所有中山区民俗委员会的委员 那大家都一致认同支持 我们办这个校型砍这个颤奖 那因为我们这个中山区民俗会 就是在推动我们所有这个民俗活动 所以說我們才頒發這個孝勤坎 希望說在深耕我們中山區洗手國小 能夠從國小基礎這樣子一個讓他們深耕 讓他們知道說孝順的重要 因為這個能夠同學如果可以孝順 對我們整個家庭整個社會都會覺得非常的溫暖 又溫馨 爸爸媽媽也可以說非常的放心 中山區民俗委員會會長黃毅朗表示 希望透過活動勉勵大家從日常生活做起 展現慈效行動 培養孝順美德 讓孝行觀念從小扎根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導 酒精以及藥物都會影響駕駛人的行車精神 可能增加行車時的危險性 趨勢民意調查發現多達三成五的駕駛 幾乎每周都會服用至少一種可能造成危險駕駛的藥物 以及有不少無辜的民眾因藥價而損失生命 藥物駕駛造成的交通危害案例 可能比你我想象中還要多 趨勢民意調查發現有多達三成五的駕駛 幾乎每周都有服用至少一種可能造成危險駕駛的藥物 但藥價的觀念卻並未在民眾心中普及 台北市聯合醫院針對交通安全藥物分四等級宣導 近期也與台北市藥師工會合作 將重要概念帶入社區藥局 希望能夠提醒更多駕駛人 藥物與道路安全的重要性保障市民安全 不是只有酒會影響到 還包括很多的比如說安眠藥 剛才黃理事長也提到很多的相關的 比如說相關的藥物 不是只有會影響到中中神經的判斷 還包括可能視覺、感受等等都會下降 這些用藥的安全 相關的人如果因為有這樣的藥物的作用 開車上路就相當的危險 不過在去年台北市衛生局開始辦 這個所謂交通安全用藥的宣導計畫 那我們當然透過我們的強力的支援 就是我們的台北市聯合醫院 蝦總院長這邊帶領的團隊 來執行這樣的計畫 當然不是只有我們聯合醫院 跟衛生局就可以的 還是要透過我們台北市藥師工會的 各位夥伴、各位藥師的社區藥局的協助 才有辦法來執行這個計畫 那我們培訓了非常多的 這個所謂用藥安全的一個宣導的一個講師 透過這樣的教育的活動 我們希望廣泛的宣導 給我們的市民朋友知道 不是只有酒才會影響到判斷力 才會造成酒駕 相關藥物的使用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用了藥之後 可能會影響到相當相當多的層面 會讓人的判斷力下降 會讓你的感受會變差 那這樣子可能會造成 無法挽回的交通事故的後果 如果我們好好的做好這一件工作 當時我記得 我走神經外科醫師的時候 當時大家想說 全國神經外科醫師沒有多少人 那時候我考上專科醫師的時候 嘉義零中和光安家會就五千萬台幣 先去你去跟他簽約 你願意下嘉義去服務 那到了這個酒色做得很好的時候 神經外科醫師幾乎快失業 真的是快失業的 那我覺得如果能夠讓這個 交通的用藥安全做得好 我覺得神經外科還是有很多意義可以做 那也非常的感謝衛生局全力的支持 讓我們能夠實施這個公衛計畫 那讓今天這個議題能夠一直往前邁進 台灣不用藥物造成死亡 是我們台灣在交通意外死亡 佔第八名 每年應該有三千多位 但要使用藥物又開車 造成死亡應該佔了10%左右 所以每年在使用藥物開車 應該死亡的部分有三百多人 過去政府對服用酒精類有大量的宣導 一般的民眾都知道酒貨不開車 但服用藥物開車 政府在這一方面的宣導 我認為做得還不過徹底 所以非常感謝我們台北市衛生局 還有聯益中心 還有台北市藥市公會 針對民眾使用藥物 不開車 可以召開記者會 我們把藥品分成零到三級 所以有安全的 也有危險的 包括剛才提過的一些精神科的用藥 或是一些鎮靜安眠的用藥 甚至有些眼科用藥 各位如果有點過散瞳劑也會知道 點了散瞳劑大概這一天 絕對不能開車 整個是一片模糊 所以很多藥物都會影響我們的生理 當然也可能影響到你的開車 影響到自己的安全 影響到行人的安全 所以我們希望這一次能夠重視 在藥物治療下 藥物治療下 怎麼樣是能夠安全的駕駛 怎麼樣安全的駕駛 那也希望說讓我們的藥師 能夠成為健康的守護者 那分級的定好了 以後我們培養了一些種子的老師 他們到各個場地去演講的時候 我們希望把這個藥價的概念 能夠升職到民眾的心裡去 所以當然靠任何醫院應該不夠 我們也謝謝衛生局 他全力的support這樣子的這個計畫 那我們未來我們希望能跟藥師公衛合作 我們能夠培養更多的種子的訓練的老師 那他們可以到深入到一般的民眾去餵養 包括其實65歲以上 我們現在台灣在開車的民眾 其實是年紀還滿大的 有一些人可能他也有慢性病 所以他們可能不懂得這個藥品 他分級的這些概念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些概念能夠生死母親 然後一代一代的這樣傳下去 也是希望是說跟藥師公衛合作以後 我們能夠讓這個藥師 我們是全國民眾健康的守護者 近年也發生過 因為駕駛服用具有安眠的藥物又上路 造成無辜民眾損病的事件 面對長期駕駛交通工具的民眾 在領藥時 藥師若能進行詳細專業的衛教 期許能避免藥物帶來的隱性傷害 並擴大全國民眾相關危機意識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站起來 站起來 機房及非法機上河經銷商強力查清 去查獲778台非法機上河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河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 和50萬元罰金 品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河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河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家吉隆新聞 我是蔡小君 新聞一開始要先帶你來看 以喬氏起重機為造型的基隆塔正式啟用 市長謝國良及內政部長林又昌 議長童子偉等人同台剪載 期盼未來新地標能促進觀光 3 2 1 剪載 拿起剪刀一同剪載 基隆市長謝國良 與內政部長林又昌共同主持剪載 向外界宣布 基隆塔正式開幕 謝謝過去這個林前市長把這個基隆塔蓋好 那我們來把它完工 然後把它做順利的招商出去 我覺得遠見人文空間 加空出未來會是基隆的另外一個新的亮點 只不過基隆未來亮點很多 我們每個月都會推陳出新 有很多新的安排跟推出很多新的地點 為什麼要用遠見來作為我們的品牌 因為我到那上面一看 那上面的空間 其實等一下各位就會看到沒有想像那麼大 但我們如何能夠變成真正變成亮點 就是要讓世界海內外有名的人來到基隆 那來了他們一定會有一個目的 他們不可能只是純觀光 所以讓他們來做新書的發表 然後也讓這些名人來認識基隆 所以讓世界看見基隆 讓基隆也可以看到世界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其實是經過很大膽的一個創意的發想 第二個是經過很緻密的專業的規劃跟設計 最後下定決心來全力支持 那這個其實也有中央的一個經費 因為這個費用整個30層創人計畫 大概花了7億多的一個經費 中央補助的非常多 所以當初蔡英文總統來基隆的時候 我特別跟她報告這個案子 也希望中央能夠全力支持 那在去年我卸任之前 很開心的帶大家一起來開箱 那大家看到這個樹梯都覺得非常的驚艷 那經過一年的時間 現在終於能夠正式的來啟用 我想這個大家期待已久 前後任市長共同期許基隆塔 成為觀光新地標 基隆塔舉行的開幕 一早就吸引民眾前來目睹風采 雖然天空不作美 帶民眾一波接著一波搭乘電梯 來到頂樓俯瞰中港 觀景很漂亮 漂亮 要不要再來一次 好天氣再來 對好天氣再來 觀景很漂亮 看到什麼 看到這個 還有這個基隆塔 很讚 因為是我父母 我們上禮拜有來過 說還不錯 對然後我就想說 趁現在應該 人比較少一點就先過來 今天下雨 所以人會比較少 新景點 帶來人少就會帶來流量 帶來流量 我們部落客一定會搶先來報導 那其實我已經看到很多部落客 已經在事前四季運的時候 已經特別來體驗 特別來在做一個紀錄 就是可以帶動其他 就是旁邊的一些店家 然後讓更多的人 可以來到基隆這個地方來玩 基隆塔我覺得起來之後 對我們整個一二路 跟它這附近的商圈 都很有幫助 是因為像前半年生意都比較慘 那個這個塔一上來 最近的那個客流量 人潮都變得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基隆塔 對於附近的這些觀光 都很有幫助 基隆塔四樓空間 文化局打造人文空間 希望成為基隆重要的閱讀人文中心 日後將邀請不同領域的知名作家 舉辦閱讀講座 並進一步的和在地的書店 和圖書館串聯 是未來這些世界海內外的名人 在做新書發表的時候 希望他們也能選擇基隆塔 在這個有高度的地方 讓基隆也可以看到這些名人 但是主要是讓這些世界上海內外的名人 可以看到基隆有一個這麼美的地方 而且在一個很有視野的地方 去做新書發表 所以我覺得遠見這個品牌 跟所謂基隆塔 這個概念能夠這樣的結合 我覺得是一個很完美的一個組合 我想它也是一個台灣的新地標 就有點像倫敦演的概念 我想一個城市 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地標 它就不足以代表一個這個城市建設 我想這個新建設帶來的 不只是可以串聯山海城的一個空間 跟感覺以外 還可以帶動我們周邊的商圈 那未來就是我們有很多書 我們希望都能夠在這裡發表 然後讓基隆人跟全台灣一樣都同步 尤其這裡是基隆的頭 我們要讓基隆最早接收到人文的薰陶 這裡是我們未來希望能夠為基隆人做的事情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一區呢 都是以科學還有AI這一塊新書 因為我們天下文化最等於是在台灣 在財經書 在科學書 以及在荔枝還有社文書 人文社會科學算是領先的品牌 所以我們這裡的部展很多 都是我們這兩三年最新的新書 結合基隆的文化歷史 讓在地民眾覺得基隆塔富有教育娛樂功能 日前市營運期間吸引了7萬人次前來參觀 基隆塔正式開幕 未來勢必成為北台灣最新的觀光亮點 記者黃紹明 陳淑萍 黃日生採訪報導 再帶你來看市長謝國良宣布評選出 遠見人文空間進駐基隆塔 未來期盼作家們發表新書時 可以在遠見人文空間 這個有高度的地點發表自己的觀點 為基隆市民打造一處豐富人文閱讀場所 搭電梯直上約20層樓高 就來到文化局與遠見雜誌 攜手合作打造的基隆塔遠見人文空間 這座空中人文書店區位獨特居高臨下 讓人沉浸在山海城當中 帶給民眾很不一樣的感受 但是感覺還不錯啦 基隆南的有這麼好的一個景點 以前都沒有在這邊玩過 然後現在你在拍照 這種空間你覺得不好 可以啊 你看外面很漂亮 副市長邱佩玲馬上成為書店的消費者 用行動來支持 希望這邊生意更好啊 看起來很可愛啊 都是動物的啊 很可愛很療癒看起來很舒服 而且副市長是不是幫我們講一下 說來這邊感覺怎麼樣 是不是呼籲大家有沒有多來 好 其實在上海的 在台北的我常去 那我覺得台北就是一個 很好大家聊天的空間 能夠把這麼好的一個遠見移到基隆 我覺得是很感動的 那剛才高教授也說了 遠見其實是應該動詞 讓我們大家更有遠見 我覺得在這麼好的地點 有這麼好的一個讀書跟買書的環境 是基隆人所需要的 開幕現場 市長謝國良 副市長邱佩玲 跟許多議員和貴賓 共同來開箱這個人文空間 大家對於這裡的景觀跟設計巧思 覺得很驚艷 這裡除了陳列一些具有國際視野 及在地人文選書 讓民眾閱讀之外 也會邀請不同領域知名作家 舉辦閱讀講座 非常謝謝謝市長的邀請 是我們在台北的人文空間 有機會到基隆來 那麼市長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愛閱讀的人 這麼多年在美國念書工作等等 永遠沒有忘記 讀書在他那個年代都重要 任何年代都重要 我自己一輩子是讀書 教書寫書 而且也出版書 那麼任何人說今天我在基隆 會不會好像偏僻一點 不是在台北市 No not at all 你現在在基隆是沒有任何一個地方 比大多是欠缺的 因為書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 尤其現在這麼樣的方便 那麼有了這麼一個好的空間之後 可以邀請到那些作者 親自到這兒來跟大家見面 然後大家透過大家彼此見面 討論 聚會 把基隆變得更有人文的食材 而且這個環境是那麼的好 居高零下又看到海又看到建州 基隆人非常非常幸福 我們謝謝高教授創辦人 跟我們這樣子的一個人文空間的合作 能夠大家共同的來邀請 我們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邀請更多這些遠見 國內外都是最著名的作者 可以到基隆來做簽書會 做新書發表會 讓他們也認識基隆 但是透過他們也讓世界 可以多跟基隆一個聯繫 好 謝謝 對於這邊的空間設計 您看了之後感覺 我覺得很明亮 那跟空書屋又有不同的對比 那這邊的確就是一個很好的閱讀空間 非常棒 另外 市長謝國良也參觀 位在基隆塔最上層的空書屋 這裡融合了文化餐飲 結合書箱 茶箱與美食 也成為基隆塔的另一處 精彩的文化空間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期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